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但是自从石门水库兴建后 再也没有船只可以停靠过来 老街也就慢慢沉寂了 这也是龙潭第一街的这个称号嘛 对不对 龙潭第一街的美誉是这样子 我们这边有一个码头 就是一个集散中心 所以这边很多商人 以前都会来这边提货 所以呢叫第一个有商业行为的地方 所以叫龙潭第一街 这个招牌就可以看得出来 Sakura Mill 就是日本樱花啤酒 这么早就有那个居酒屋 对对对 那其实这里以前很繁华 对啊 你知道这有什么用途吗 这个是一片木板吗 对 板子 这是以前人用成 这样可以当店面用 比如说农特产品呢 放在这里 然后人在里面 窗户是开的 在里面交卖这样子 晚上呢酸起来 晚上可以防盗用 上面是有格楼吗 对 格楼窗户 那格楼是为了通风吗 还是 不是 这是交易用 就掌柜的会睡在格楼上 那晚上呢来买东西 敲门 然后呢掌柜就从楼上 拿一个篮子 然后放下来 把你的金额钱 放在篮子里面 掉上去 它把你要的货物放下来 交易用的 原来其实这个 有这么多的功能在里面 是啊 就是我们千人的智慧 其实它就从以前保留到现在 到现在 是 都没有改变吗 没有 此外 热情的徐大姐 还带我到保护当地人 平安长大的 风树博公夏许院 所以这颗风树 有什么含义吗 我们上来的时候 就要先这样拜一下 特殊特多老太书 就是读书读得跟大书一样高 然后呢再靠下去 奔太书 就是保佑它 保佑我们 就是平安健康 靠在这个风树博公的上面啊 其实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温暖 那其实博公呢 就是一直生子在 我们的客家人心中 有一种无法切断的亲切感